我們要去看什麼 看燈泡 對 拜拜 面對鏡頭笑容洋溢 一口氣帶著三個小孩 走在大街上要去看燈泡 她是這一次新竹輪胎行 縱活命案罹難疹之一 也就是嫌犯的親生妹妹 男友當前奶爸和未來子女 玩得好開心 常常趁手夾之餘 幫忙照顧家人 IG版面甚至還特別設立精選動態 取名就叫一輩子的保姆 不難看出來她和家人感情 十分深厚 社群軟體上常常分享合照 幸福模樣全寫在臉上 原來她和外國男友交往多年 原定今年就要步入禮堂 沒想到這一切 只因為一把火就變了掉 家族忍住悲痛重回現場招魂 軍人哥哥因為確診隔離 幸運逃過一劫 但眼看八名家人全都喪命 要她如何接受 還原事發經過 當時屋主太太 兩名媳婦和嫌犯妹妹 在一樓發現火勢越來越大 趕緊衝上二樓 要救出四個小孩 妹妹原本可以自己先逃 但也跟著嫂嫂和媽媽 一起衝上去救人 沒想到疑似被槍婚 才來不及逃 最後命喪火哭 朋友聽聞惡號都無法置信 還有人發問悼念痛疲縱活者 根本是惡魔 才28歲的他 人生才剛有開始 卻被哥哥的一把無情火 斷送生命 經新聞楊欣欣 王一軒採訪報導 本人是英國一軒採訪 我會有什麼事 給你走 然後你回想 你回想 這個人 我會想和他 人別再追 你回想